哈喽,我是老林 我今天话题多 没有时间 总是这样 我用那种说话那种欲望 结果呢,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做 我一会儿呢 要带上我的那些小猫 去宠物店 而且要一个一个带上去 我不能三只小猫一块 就这样带过去 因为他们现在属于那种 那种反抗心理,你知道吗 不要什么就是不要什么 他们会使劲抓你 所以说我要可怜的 一直一直把他拎过去 到那个宠物店给他称体重 知道他们的体重呢 就可以给他们吃一些药 那种免得他们肚子里面长那种 害宠那种药 那个我就会挺费时间的 而且我就,他们会抓我 没有完了之后呢 准备去玩周班游戏 我觉得有的时候要放轻松玩一下 跟几个朋友一块 就三个人吧 在那玩那个卡探 知道吧 对,我上次 上财我赢了 玩那个卡探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我本来就玩的不好 后来,冠军 那个 我今天第一个话题啊 是那个 那件事 中文叫匹兹堡 好像很多匹兹的一个宝 匹兹堡 美国的一个城市 那不是前一段时间 发生了一个杀人案吗 一个中国籍的一个 在大学那边研究 医学的一个研究者 一个不到40岁的一个男的 在姬姐家被暗杀 好像开枪被暗杀 后来警察发现一个外面 他家外面一个车上 有一个另外一个尸体 好像那个是凶手 警察人家说的 凶手先杀了那个人 那个研究者 后来到姬姐车上自杀 那个凶手好像也是华人吧 那然后警方说 那个好像情况是 还有第三方 还有另外一个人 然后有那种感情方面的 那种矛盾 不知道谁吃谁的粗啊 或者啥 反正就是这种悲剧 就这样发生了 我关注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发现我自己一个 让我比较困扰的一个地方 困扰的地方是 我看很多媒体 报道里面用的是那个 那个受害者的证明 还有他的头像 我看着我在想 我觉得这样好还是不好 就是我觉得有两种思维方式 而且两种思维方式都有道理 第一种思维方式是 你说我们要尊重那个受害者 我们不要把它当一个 无名的一个代码而已 说某某某被杀了 我们用他的证明 我们用他的 不好意思我有点过敏 用他的头像是对他们的一种 一种尊重 我觉得这个说法 站得住 站得住脚 第二个那种思维方式 也站得住 站得住脚 我再也不说这句话了啊 对 对 这个第二个这个思维方式啊 就是说 我们 应该 尊重那个人的隐私 受害者 受害者 他现在变成了一个 一个无法跟你说 他不想上你的媒体的一个 一个去世的人 对不对 他无法跟你说你不要用我的证明 你不要用我的头像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他可以跟你说 我不要这样 你要尊重我的隐私 但是现在 因为他已经死了 他无法这样跟你说 我们用了 其实 有一点那种 他他都被害了 我们再加上害 可以这样理解 我觉得两个 这些思维方式啊 都站得住脚 都有道理 我比较偏偏后者 我觉得这个 我不要用他的名字 我觉得我们用他的名字 用他的头像 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案子 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吧 就是有点那种其实 说实在的 就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对不对 我们想知道 哎呀长什么样子 什么的 我就不要用 但是你要用的话呢 我也理解 换个说回来那个案子啊 嗯我发现很多阴谋论出来的 很多人在那狂玩阴谋论 两种 或者说我们先说一些 其他的一些细节 那个受害者 正好是一个 我们不是说他是一个医学研究者 正好研究的是性肯定病毒 而且他的这个 这个另外一个教授 他老板吧 说哎可惜 或者是另外可惜 那个被杀的那个人 他的这些研究 马上就会有一个 一个好成果吧 所以就就更加可惜 那个人被杀了 那些阴谋论者有两种 一种一种是 是说哎 那个人是不是马上就要 这么一个对美国有害的一件事 比如说那个性肯定病毒来自美国 或者啥 所以被美国就那样暗杀了 另外那个那些那些阴谋论者会说 那个人是不是马上就要这么一个对中国有害的事 所以说是不是被中方就这样暗杀了 我我看着哈 我觉得这些阴谋论本身 站不住脚 你想想 而且也无聊 我们就说两三个细节吧 这个研究者 他是在哪里被杀了 在家对不对 那么他在家应该有一个电脑 这个电脑上面应该有一些文件 跟他那些研究相关的一些研究文件吧 但是你不觉得他的大学那边 研究所研究室那边 应该有更多他相关的那些资料吗 那么你杀了他呢 就等于他的他的所有那些研究就不在了吗 就好像完全在脑袋里面了吗 这个对你对研究的这种理解有点下隘了吧 而且他的教授都说 马上会有一个什么成果 你不觉得那个教授 可以如果那个人不在了 也可以自己 不知道找一堆其他的一些研究者 把那些研究稿出来吗 就好像需要那一个人脑子里面存的一些东西吗 就好像他脑子是硬盘 硬盘没了东西没了 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另外那个凶手也 就是车上那个另外那个尸体 不是警察说那个是凶手吗 后来自杀了吗 你说 那是怎么回事 如果说美国要把他杀了 还用一个华语一个凶手 然后那个人也死了 如果说中国要把他杀了 也同样的道理 那个人也死了 有必要吗 那些阴谋论者会跟你说 那有另外一层面 就是那个凶手之后还有一个凶手 其实那个凶手也是一种受害者 先杀了那个人 然后自己也变成受害者 也被杀了 那后面还有一层 问题是阴谋论 它的一个特点是 你无法解释的东西 你可以永远加一层 你可以说 好这个阴谋 站不住脚 那个后面还有一个阴谋 那个人不是凶手 那个后面还有一个凶手 那个人他不是操控者 那后面还有一个操控者 这样的话你可以永远继续 对 你反正你不用证明 对不对 你后面还有一个那个 一个那种安全层面 你可以说 反正还有那个吗 我觉得这样不是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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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意思吗 我其实更怎么说呢 我觉得讨论这些是浪费时间的 我不说这些 阴谋论是 百分之百是错的 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 他一定没有阴谋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一定的事 没有什么肯定的事 有可能有 我觉得这个概率很低很低 我觉得现在就伤亡看一些那种 阴谋论的一些视频 或者是看一些文章 或者啥是浪费生命 浪费时间 如果有一个 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的一个真相 你要耐心 这个真相会出来的 那些既是会挖出来 美国这个法制系统还是可以的 你就要耐心一点 这个事情也不是你在那上一个YouTube 就能解决 你可以 但是不是很有意义 我比较关心的是 为什么那么多人 不止中国人 全世界 都骗好阴谋论 我一直就是我看 比如说我看Nathen Rich 或者是Alex Jones 主此类的人 我一直看着我觉得 为什么那么有市场 为什么那么多人 他不会有点那种 比如说 系统性的看问题 而是那种故事性的在那玩一些那种 阴谋论 哎呀背后还有一个操控者啊 什么的那些 我后来 我记得我不是在那个 我的那些频道上面给你们推荐的一个podcast吗 叫The Ant Hill 蚂蚁山 蚂蚁山 The Ant Hill 那个是一个英国的一个NGO 叫The Conversation 对话 The Conversation 他们搞出了一个podcast 那Conversation是一个 他们会找一些研究者 一些专家去讨论一个一个专题 一个话题 会很详细的讨论那个话题 不是说好像那个 就像普通的那种媒体报道 一个专家让他说一个 三十三十秒钟 就完了 而是每一个人他可以说很多 那样的话就比较详细嘛 就比较比较没那么离谱嘛 那个Ant Hill 前一段时间他出了一个系列 五个 五个那个 那个调查 就是那种podcast嘛 五期 那个题目叫 The Experts Guide to Conspiracy Theories 就是一个阴谋论的一个 一个导航吧 给你介绍 很详细的给你介绍阴谋论 怎么怎么去判断一个阴谋论 就是一个什么理论 是不是阴谋论 因为不是所有理论都是阴谋论 怎么去判断 人类为什么 喜欢玩阴谋论 从生物学 从社会学 从历史啊 从各种角度 各种社会不同的那种阴谋论 因为比如说他们 这个我听的也觉得很有趣 中东的一些阴谋论 跟美国的一些阴谋论 是很不一样的 形式很不一样 各方面的包括性 新观众病毒的一些阴谋论 他们也说了 如果你懂英语的话呢 我真的是强烈推荐看 听那个podcast The Ant Hill The Experts Guide to Conspiracy Theories 它里面呢 我不想重复他们说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话 对我不好 对他们也不好 你还不如听他们的东西 但是我要引用一个他们说的话 因为那个让我真的是让我真的觉得 我我让我思考很久 就是那种我一听我觉得 哇他们说的一句话是他们说 古代人他们那个那个时候指的古代人 大概是欧欧洲文化的嘛 古代人其实他们一直活在一个阴谋论的那种 那种世界观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古代人 他有那种很很很重的那种宗教信仰 对他们来说就是比如说中世纪的欧洲人嘛 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里面 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 所有的事情背后都有一个阴谋 都有一个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安排 不好意思我有点过敏 有一个安排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要么是上帝的 要么是他的对手 沙当的要么是一些天使啊 要么是一些神啊什么 古代的人 他看这个世界 发生了某一个他无法解释的东西 他会觉得上帝搞的 或者是沙当搞的 或者是某一个天使搞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安排的 都是有道理的 都不是偶然的 都不复杂其实 这种世界观 对他那时候有一种 可能他会心里踏实嘛 他会觉得哎呀发生了这件事 反正有一个很很很庞大的一个安排 有一个计划啊 那我就这样服从嘛 我就接受了嘛 我就这样凑合嘛 后来这个奇蒙运动 教育我们 要质疑过去的那些 我们那种有点无脑 接受宗教信仰的那些那些习惯嘛 就是有自己动脑子 也要接受这个宇宙很大 我们的地球很小 对不对 然后其实也教育我们 要接受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宇宙的复杂性 或者是我们说小一点 社会的复杂性 很复杂 但是我们很难接受 因为我们其实那样会很不安 我们觉得那么为什么那种 那种偶然的事情发生了 我不想它偶然 我希望我能够明白它为什么发生了 如果偶然的事情你无法明白 你真的说我观察到了 我发现了发生了那件事 但是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发生了 古代的人会跟你说 它发生是因为上帝要它发生啊 好吗 古代人有那种心理有那种 就是安全感 你没有 你只能说偶然 好吧 那孩子死了偶然 这种心理 需要那种自我安慰 需要心理踏实那种心理 现在依然存在 很多人是无法接受这种 这种世界的那种复杂性 那种偶然性 一个在皮子堡 在那研究新冠状病毒的一个 中国籍的一个男的被被杀了 这不能是偶然的事 不能是那个男的好像 除了新冠状病毒 还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 还有一个很复杂的生活 不能 它不能是因为感情 它必须是因为新冠状病毒 而且必须是因为政治 因为必须有一些后面 有一些人也在操控 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不安 不然的话你会觉得 这个世界是不是完全没道理 有可能真的是完全没道理 这个让我想到了什么 让我想到我 我看那些911的那些阴谋论者 我一直有一种感想 911不是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 其实如果那些美国的那些 比如说FBI CIA 如果他们的工作做得好的话 他们其实可以避免那种事情发生 就是最起码他们可以避免那种事情 那个时候发生 因为其实他们已经收到了一些警告 之前说一些恐怖分子 或者是一些想想 但恐怖分子一些人 他们有一些类似的一些计划 在研究一些飞机 或许会打纽约 如果那些机构 那些FBI CIA 那些类似于那些美国的那些机构 如果他们工作做得好的话 他们可以避免那种事情 或者是最起码他们有机会 可以避免那种事情 但是他们工作没有做好 所以说那个事情还是发生 所以说三千多人在那牺牲 所以说那个美国后来要 还要去打阿富汗 那些事 很多阴谋论者看那件事 觉得那是不是美国他自己 希望那件事情发生 不可能是偶然的 不可能是那些机构在那失败 而是应该后面有一些人在操控 有一些阴谋 不然的话这种偶然性实在是太难接受了 我一直看着那些人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没有在一个公司里面上过班 是不是 而且你们是不是没有朋友 我跟你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以前也在那种跨国公司在那实习 我 如果你在那种公司上过班 不只是跨国公司 不只是那种大公司小公司也行 一个办公室也行 那不是一直有那种交流障碍吗 交流失败 交流那种误会吗 那篇文章我以为你要写 不是啊 说的是他要写 我们是什么 说要聚合要说几点 说的是四点 我以为四月半 不是一直会出现那种事吗 不是一直那种互相怪吗 其实是交流障碍或者是 个人失败吗 某一个人早上起来B&B 后来工作没有做好 整个这个办公室 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努力都是 都是浪费的吗 那种事情不是一直发生吗 那些跨国公司吗 我在那公司啊 我看着我在想 你对外宣传自己多扭啊 里面全是乱七八糟的 某一个这个部门不知道 那个部门在干嘛 还互相鄙视什么的 那种事情多的是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这样 人类其实他需要合作 不叫人类了 但是他不善于合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 你跟他说了半分钟 或者是你跟他说了半个小时 他只会记住 他想记住的那些话 我跟你说 我跟你答应啊 打赌 我一会儿我不是要去玩 那些桌板游戏 我们说的是三点间 而且我们商量好的 谁要带上啤酒什么的 但是玩了之后会有一些那种 我以为他要带上啤酒 那种情况 或者是说了三点间呢 我们三点一刻到 我自己或许会有三点一刻才到 会说哎呀堵车堵车 现在新冠状病毒谁堵车呢 那完全是我自己失败 但是知道吗 人类就是这样 911也是这样 或者是很有可能是这样 对不对 这些阴谋论者 很难接受这个世界的偶然性 所以会看那种 不知道 Alex Jones Nathan Rich 就是网上的那些 阴谋论的那些东西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自我安慰 这个世界上 就算不好 但是最起码不是偶然的不好 而是后面有一些操控的人 或者有一些那种失利 就是有一点类似过去那些人 把所有的一切都 都怪在上帝身上 或者是 撒当头上 或者是那些天使那些神 那样的话他们心里有数 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 不是偶然的 OK 那就可以接受了 但是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 我们是21世纪了 我们可能要慢慢的 成长 长大 当成熟的人吗 我们要接受宇宙的一个道理 宇宙很复杂 世界也很复杂 人类也很复杂 每一个社会都很复杂 我跟四个人玩那个桌板游戏 也会有点复杂 好 这个说完了 皮子博那件事 我就 真的说那些阴谋论 是适当配时间的 我有点害怕 你先帮我 一直一直这样带上去 他们都 他们不 他们不知道我是为了他们的好事 你知道吗 皮子